你看看,自己種植看看 讓大家自己吃到說 無毒的跟有機的 跟我們有農藥的差別在哪裡 那農藥其實 農藥對我們本身來講 傷害土地很嚴重很嚴重 我剛才有像櫃檯拿了 一顆花椰菜 青花 大家看不出來這顆青花 到底有什麼嚴重性 這一顆是我們有機種植的青花 這是我們慣性種法 大家有沒有注意看一下 它的花很綿密 很綿密 因為它用藥物去控制它的生長期 而且它用了很重的農藥 青花是最嚴重的農藥 為什麼 因為青花本身它的蟲 野蟲 經常會附著在上面 所以要種到有機 有辦法種到有機的青花 就已經很困難了 你不可能像它一樣 兩顆你看看 大家看就看得出來 哪一顆是有機的 哪一顆是慣性農法 你看 慣性農法它就是 一個禮拜要噴兩次藥 早晚一定要噴藥 而且它可以控制它的生長 讓它不開花 讓它比較綿密 慣性是哪兩個字 習慣的慣 行走的行 那我們有機種法 因為我們不可以去噴灑農藥 只能用有機的栽種 何謂有機 很多人一直誤會說 有機就是用肥料 肥料叫有機 並不是這樣叫有機 有機的種法就是 我們從這一顆苗 發出來以後 一直到 我們種到田裡面 到產收 我們都不可以用到 任何化學的東西 只要有化學的東西 在植物本身都是一種傷害 那所以說 有機是一條不歸路 有機真的是一條不歸路 那我也很謝謝很多大姐 她有去農地看過 我遵守到這個原則 從幼苗 一直到栽種 一直到採收 我都一手包辦 我絕不假他人之手 為什麼 因為很多在幼苗的時期 他就進了農藥 很多人都不知道 他從指枝 腫苗一下去 他就用了一種 很毒很毒的叫 地農 他是非常毒的農藥 為什麼 因為他要讓牠吹牙 要讓牠牙包發出來 要讓牠有辦法在 不是生長期的時候 有東西可以賣給人家 這就是牠們 慣性農法的錯誤 因為生 我們每一種生物 牠都有一個習慣性 牠都有一個階段性 可以生長 但是你要破壞牠的傳統的時候 你每年都可以吃到這個蔬菜 幾乎一年到頭都可以吃得到 就是已經破壞牠原本的 慣性的做法 這就是牠們用慣性的做法 一直每年 每月每月都有同樣的蔬菜可以吃 但是有期 你就沒有辦法做到這一點 因為我嘗試過很多很多次的經驗 我們講豆子 豆類也是最毒最毒的 農藥也是最多的 因為蟲害很嚴重 幾乎每天你都要蹲在那邊抓蟲 我一開始做的時候啊 我的周遭方圓 阿伯、阿姨、阿爹 他都說 啊!你好笨喔!你這個小呆瓜 我說我不是小呆瓜 我是大呆瓜 因為我甘願做歡喜壽 我曾經一個菜苗啊 種了將近六百顆 六百顆 但是上次也有去看過嘛 我告訴各位 我一顆高麗菜都還沒吃過 為什麼?因為我沒有辦法克服那個難關 可是我到了南山去看的時候 我不敢吃 我今天本來要帶來給大家看 我一上南山實習的時候 哇!早上我就看到一個農夫 呱呱呱呱呱 他噴什麼? 農藥 他不只噴農藥 他噴更毒的東西叫菌絲 菌絲他是附著在我們高麗菜葉裡面 我們根本看不到 他吃了以後會影響到我們的腸胃道 而且各位知道嗎 農藥只要吃在我們人的身體啊 三十年到我們人已經走了 那個農藥還是在身體 排不出去 為什麼? 各位有沒有聽過 巴拉瓜 巴拉瓜 跟除草雞 那個更恐怖 只要我們土地碰到那種東西 保證五十年還驗得到那種東西 為什麼? 因為他不會退的 他對我們的土地傷害是很大很大很大 那有的說 哎呀我種有機的啊 為什麼會種到毒咧? 對不起 可能你的前者或前前者 就已經施灑這一些農藥在裡面 那你如何去改變它? 我們叫深層 我們剛去的時候好可憐 我那個草是比人還高 我後面還有一塊土地還沒開發 就是比人還高 等了十年 結果我的老師 他叫東部怪客 在有機界 他說蠻有名的 他是一個怪人 他是一個怪老師 他告訴我說 你要只要走有機的 我一定支持你 但是我走了以後 我覺得這三天 我覺得很孤獨 也很可憐 因為有機喔 在種植齁 你十顆 種了十顆 可能連一顆都沒有得吃 請 各位回去種看看 你就知道了 我有拿種苗給各位 成功的你告訴我 我也告訴你 各位 現在怎麼去種它 等一下會發給各位 一顆種苗 我們回去 隨便找一個盆子 隨便找一個盆子 你只要 不要是 有汙染的土 就是燒過垃圾啦 或是那些雜七雜八的土 用培養土也可以喔 培養土也可以 你把它摘種在中間 先把它鋪一層泥土 花土也沒關係 我們很容易取得的培養土 鋪了一層 把種苗放上去 放上去以後 放到這個盆子的中間 然後我們再把我們的土 放上去 那你說 唉呦有機的肥料 我很難拿到 其實很簡單 我現在就教各位很簡單 我們把吃剩下的葉子 蔬菜 我們一般日常在用的蔬菜 吃剩的 把它剪一剪 剪完了以後 我們不是有洗米嗎 洗米水 下去浸泡 讓它浮乾 我們就用那個洗米水 下去澆這一盆花 所以你說 很容易取得啊 怎麼會不容易 很容易啊 看你有沒有要做 但是有味道 我跟各位講有味道 那味道是酸酸甜甜的味道 對植物本身來講 它的礦物質就在裡面 它利用植物的腐壞 來去吸收它的養分 因為它有磷酸甲鈣 都在裡面 所以你放心 雖然它有噴過農藥了 但是經過腐化 還有我們用米水 米的水 它裡面有一些礦物質 會去分解那一些毒性 而且以前我們有聽過說 薑絲怕糯米粉 怕糯米 為什麼 因為它是可以解毒的 它可以解毒的 你不要說那個米水洗了兩三遍 你還用那個米水下去泡 是沒有用的喔 你要第一次在洗米的時候 我們各位都有一個壞習慣 我們洗米阿嬤以前都這樣 左搓右揉 左搓右揉 都把那個配牙齒都揉掉 揉光了 其實洗米正確的動作是 米水拿來 米三個下去了 三個下去了 三個下去了 米水只要超過米就好了 淹過就好了 用手拿起來搖個兩三下 再把它倒掉 你看 欸那個米水我們也可以洗一臉 很棒 所以米水就是我們最容易取得的有機化質 也是最容易取得的 那再來我再告訴各位一個方法 蔬菜葉本身有很多蔬菜是有蟲類的 是不可以使用的 例如什麼高麗菜 蔬 蔬各位不知道 蔬是吃菌絲長大的 它不是吃微生物長大的 它是吃菌絲 所以各位有時候在看到的蔬 好漂亮好漂亮 為什麼好大一撮喔 對不起它也是早晚 啪啪啪一直噴 為什麼大家一直推廣說 三星的蔬是最棒的 其實三星的農藥最嚴重 各位不知道有沒有去過三星 你注意看看三星的水質是 混濁灰色的 為什麼 因為它們一直在噴灑農藥 一直在傷害它這塊土地 我前天啊我接到一個很好的消息 我們原山農會終於清醒了 他清醒了 他告訴我們說 你們這些有機農屋啊 我們農會願願輔助你們 教你們怎麼去耕作 但是我今天上去看 他跟我一樣 他也是一個學員 在農園手上課的學員 他要去跟農屋溝通 拜託你 拜託你阿伯 拜託我們來種有機的好不好 我當初就是這麼傻 我一直跟這個地主拜託說阿伯拜託你讓我去跟錯看看 十年了 十年沒有使用這塊土地 那他也是笨蛋 他說他笨蛋遇到我這個傻子 那周遭的人都認為說 有機是不可能成長的 我相信有去過菜園裡面看過的人就知道 這叫羅曼 這叫羅曼 為什麼我敢種那麼多的羅曼 我偷偷的告訴各位 這就是我的秘訣 因為其實羅曼他也是會生蟲啊 但是在冬天的時候 羅曼他會避開蟲體 所以我在十月份的時候 我就趕緊趕緊從日本趕快把苗弄過來 趕快去發這個苗 在日本這個時候是吃不到這個羅曼的 但是我們就是避開他的生長期 把它避掉 我們用日本的原生種苗下去耕種 所以他就不會長蟲 那這是這一顆更好玩了 這一顆是大頭菜的原生根種 不知道各位 大姐有沒有 你們自己有吃過大頭菜吧 大頭菜一顆大概多少 多重 了不起就是這麼大一顆 一斤多 一斤半 不好意思 上次大姐你們去的時候 剛才才在解而已 我告訴各位 兩個禮拜又多大顆 將近這麼大 我這一顆腫苗 當他成熟的時候 是十五台金種 十五台金種 就跟一個人頭一樣大 奇怪怎麼這麼大一顆 怎麼有可能長成比人頭還大 如果你真的用愛心 用你的耐心 跟關心 他真的有辦法這一次這麼大 千千萬萬 不可以撒人藥 因為其實很多人會農藥 很可憐 你有聽過說 隔壁的噴藥死到隔 後家的農人 有聽過嗎 有嗎 我在告訴一個各位的笑話 我要去耕種的那一年 我們村長很好心 他說 唉呦你們草那麼高 我幫你們除草除一除 結果我不知道村長是怎麼除的 一除賠人家十五萬 你知道為什麼 巴拉瓜 一噴 欸距離一公里遠 怎麼整個菜園都死光了 因為風向剛好從哪裡吹 村長就自認很倒楣 我無緣無故 我為了這個土地好救 我就跑去跟村長講 對不起 以後這一條路 你不要來噴灑藥 我不希望你來噴灑 我自己會慢慢割 或是用慢慢拔 我把它除乾淨 它就不會再有 我剛好今天也有去田裡面 上次很多人想去那邊吃 小紅蘿蔔 各位吃看看有機的紅蘿蔔 跟你們在市場吃的 買回來吃的 完全不一樣 每個人都可以拿 因為今天才摘的 這是我今天早上才摘下來的 我介紹一下好嗎 你們可以大家可以吃看看 我再來告訴說 有機為什麼有機的口感 跟非有機的口感差在哪裡 我等一下也會拿給各位試看看 什麼叫做有機 什麼叫非有機的味 我洗過了我洗了五次了 兩天就可以用了 大家可以感受那個有機蘿蔔的味道 各位可以把蘿蔔咬在嘴巴裡面 慢慢的嚼它 你不要一下子就咬脆的就吞下去 你慢慢的咬它 然後放在舌根後面 它會回甜 它會回甜 跟我們一般市場買的紅蘿蔔是不一樣的 我等一下告訴你哪裡不一樣 你就會覺得很驚訝 為什麼會察覺在那裡 一般市場買的 你咬下去的時候 一個是有點澀感 它這個完全是甜的 水分比較多 可以感受一下 來 大家幾乎都有吃到了吧 可以分享 我告訴你 你現在慢慢的假決它 把它放在我們的舊池後面 你會慢慢覺得越來越甜 為什麼 一般 有沒有不一樣 還是跟你們以前吃的都一樣 其實這個胡蘿蔔加這個 加蘋果汁會超好喝的 各位大哥大姐 我跟各位講 你們現在剛才拿到的蘿蔔啊 這麼一顆 你知道我種了幾天嗎 幾天 幾天 兩天 沒有不到 這個禮拜 大哥你快接近了 我告訴你 種了一百三十幾天 才這麼大 上次大姐他們都有去 有吧 我有當場摘吧 就比這個還大一點而已 對 我們就是沒有用生長激素 跟抗生素去控制它 讓它成長 那我問阿玉說 為什麼今天摘那麼多起來 各位知道嗎 猜猜看 看誰知道 因為我們種很 可是為什麼今天摘那麼多 應該等它長大啊 長大我們在摘啊 賣的好價錢嘛 為什麼那麼小就把它摘了 有沒有人知道 我知道 嗯 就是 它摘得太密了 所以他要把它 梳根 對 對不對 答對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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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等一下送你一顆神秘的菜 好 謝謝 我們在這個蘿蔔生長的過程 我一直都不敢去動它 包括很多各位大哥大姐 他們有去田裡面看喔 我有當很齋的喔 就是這麼大一顆 你看到現在還這麼大 你說有機可不可憐 你看這麼大一顆 你拿去市場賣個幾塊 一塊錢好不好 人家就覺得 你真的是傻瓜 你為什麼 種了三個多月的東西 竟然就是這麼大一顆而已 我說不好意思 因為我不想用藥 我不想用藥物去控制它成長 我們在市場看到的蘿蔔都很大一顆啊 為什麼我就這麼小 我可以打成長技術啊 很快啊 對不對 一樣的種植方式 但是它就是差別很大 那我一直鼓勵大家說 跟我一樣當傻瓜 但是你一定會有很好的回報 我現在在研究我們最新的日本黑番茄 還有澳洲進口的雜交配種 我現在裡面有在做這個動作 老天爺也很疼惜我 我試了一千多顆 終於有三顆成功 那三顆啊人家都說 欸 阿姨阿姨你種的番茄好像中崩喔 為什麼Q瘦一款 我說齁 你沒有覺得很奇怪嗎 那個番茄為什麼開的花是黑色的 大家都不知道說 為什麼我要一堆裡面 藏了幾顆不一樣的番茄跟蔬菜 其實這 不同的蔬菜叫雜種法 因為你只要有蟲會去蟲害它 教各位一個很簡單的方法 九層塔 種旁邊 雞心辣椒種旁邊 你裡面再把它種了一顆高麗菜在裡面 對不起 蟲他就回頭了 他就說我不吃你的 因為你後面啊 周圍啊 都是辛辣物 我不吃了 我去旁邊 有種一區的 我全部幫你吃光 這是我的親身經歷 因為我種了 白恩姐上次就有看到 我種了很多開洋白菜 一整排的開洋白菜 對不起 我這一次全部都摘掉了 我光損失的種苗就將近五六千塊 所以呢阿上說你好笨喔 你要噴一噴它就重新長出來 我說阿姨 如果要噴藥 我就不會在這邊被你們笑傻瓜了 我上個禮拜很嚴重很嚴重 一個人待在田裡面 待了五天 結果好可憐 我就回去躺了一個禮拜 為什麼 因為我番茄在開花 我就一個人在那邊抓蟲 抓蟲 但是各位在家裡 有沒有辦法吃到最健康的蔬菜 告訴各位 有辦法 百分之百一定有辦法 我們回去拿一個保利豆 你試著去做看看 你一定會成功 我們現在有一種矮豆 東吳姐快到了嘛 雖然還很遠 過年都還沒到 你就跟我講東吳姐 你現在就要跟種子 矮豆 如果各位沒有辦法取得的話 我就把種子 我提來這邊給百恩姐他們 再給你們大家回去實驗看看 說哎呀為什麼人家慣行得這麼好種 你們有機會為什麼這麼難 一顆矮豆可以供應你一家子吃 因為他一次摘啊 他可以摘到一斤半是兩斤左右 但是喔你要清清楚喔 但是喔 你只要噴灑農藥 對不起他只有八兩種 為什麼 因為你要摘很多次 所以你會打藥 但是有機的你沒辦法 你只能在四十天摘一次 因為他的生長周期比較長 你不可能一直去摘他 所以一次你就可以大概一家子吃都沒問題 吃個兩天兩餐應該沒有問題 就我告訴各位 最簡單的 有機的方法就是我們的米水 跟我們的菜葉 我們最好取得的嘛 我們在都市裡面最好取得 再來 過年快到了 我相信各位家裡面都有橘子 橘子是最好的蛆蟲藥 各位知不知道 橘子皮 我們把橘皮 不可以曬乾喔 我們吃一次用剝起來 把用包子包起來 如果你要覺得說 哎呀有蟲害了 你把橘子皮 下去打汁 打成果汁 我不知道各位有沒有比較好取得的苦茶油 苦茶油 把它滴一個五六滴苦茶油下去 那就是最好的天然農藥 你大概是我們四顆橘子 你大概可以加到兩百CC到兩百五十CC的水 再來 我再叫各位 礦物質的來源 礦物質的來源 最簡單的 過年大家都魚魚蝦蝦 有沒有 我相信各位 螃蟹啦蝦子啦一定都有 蚵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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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蚵仔的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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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也是最好的有機肥 蚵仔 蚵仔 蚵仔的殼 蚵仔 蚵仔的殼 它是甲殼素的來源 也是我們植物所需要的甲殼素 我們不要去打農藥 我們把殼類收集起來以後 你會覺得很奇怪啊 殼類這麼硬 你叫我怎麼打啊 告訴你很簡單 你還是打不細啊 打不細 啊怎麼打 你把它放到瓦斯爐 用鍋子把它隔了 燒讓它變成紅色 蚵仔蚵仔煮後 它會變紅色 再把火關掉 等到隔天的時候 你要使用它的時候 你用鐵錘啊 輕輕一敲 它就誤化了 啊蝦殼跟貝殼怎麼去用 螃蟹的殼也是一樣要用火烤 但是蝦殼就不行喔 蝦殼就不行喔 蝦殼我教各位更簡單的方法 媽媽就說 我好恨你喔 我好恨你喔 把它切一切 切一切 然後用果汁漆 再攪拌一下 再把我們剛才那兩樣的元素 放到果汁漆裡面 再綜合攪 告訴各位很簡單 一個禮拜只要一次肥就好 就把它澆一點點 大概5cc左右 哇 它就像 快速成長一樣 哇 很快 很快 就很旺盛 它也不會生病 很多說 果樹會生病嗎 告訴各位 會 很嚴重的病 而且比我們人感冒喔 還嚴重 我們最怕植物得到什麼病 你知道嗎 根病 就是我們植物的來源 它就是從根部 你看 它就從這個根部開始吸收 吸收到我們的植物上面去 只要根部受傷 它就沒有辦法繼續再成長 根部只要越強壯 它的成長力量就是越大 再告訴各位最簡單的 我們男孩子比較容易 有看到菌絲蟲 它是刺馬 刺馬各位知道是什麼意思嗎 刺馬就是毛毛蟲身上不是有刺的嗎 那叫蟲類我們叫 統稱為刺馬 刺馬很簡單 這一個就解決了 大家都一直在笑說 為什麼這個會解決 我告訴各位很簡單 你把煙啊 後面的那一根 我教各位怎麼使用喔 我不是要各位抽煙 我是教各位怎麼使用這個 我們把這個當成農藥再用 大家就說你這個 你真的是笨蛋啊 你連這個都在試了 我說對阿 很簡單 我們把煙這個打掉 我們利用它裡面的煙草 跟我們在沖茶一樣 我們各位 阿姨大姐他們都有那個 噴頭髮的那個噴髮水 很簡單 一根煙喔 你可以泡500cc 把它當成熱開水再泡 把它泡沖開了 各位要記得喔 你不要直接就倒進去 咻咻咻咻 塞住了壞掉 如果買一個頭就不只那些錢喔 把它濾掉 用煙草水 也可以當成我們的農藥再使用 最容易的 最不快的方式 煙草水 它對蟲 有害處 但是對我們的身體 絕對吸收不大 很多說 對阿你尼古丁打了我 還不是一樣 好像抽了煙 尼古丁我們是為土地吃 不是為你自己吃 因為尼古丁 從本身會怕它 因為它有膠 膠質 是我們看不到的 我告訴各位 你們用這個喔 還好可以用 我用雪茄 大家都說 你幹嘛用雪茄啊 這麼貴 因為我 比較雜重 雪茄第一方面 對我來講 它是有機的肥料 因為在外國的雪茄 不像我們台灣的雪茄 各位不知道有沒有去外國 他們在抽煙的煙草 的紙 它是用煙草直接滾包的 它不是用我們台灣用紙 用紙包的 為什麼它要用煙草滾包 這就是我們一直看一封畫的原因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猜到 它的道理很簡單 你燒垃圾會產生什麼 代曉性 其實紙張也會產生代曉性 你用了煙草葉 它本身它不會產生代曉性 所以 煙草本身 它對我們的植物 是沒有害處的 我們吸用會有什麼致癌 其實 也就是外層那個人子 關係得很嚴重 就是我很深入的很深入的 去研究這一根煙 為什麼會造成蟲 有這些害處 再來 我們只要把蔬菜 種到 這個的程度的時候 你不要急著去吃它 因為其實啊 有機的種植方式 我們一般蔬菜可能 40天 我們就可以摘囉 但是 你只要種到有機的 不好意思 可能要90天以上 為什麼 因為它沒有經過你的抗生素 跟你的成長激素去刺激它 所以它的生長速度會緩慢 慢慢的生長 它的吃起來的口感 就會皮比較薄 肉腎會比較厚 差別在這裡 剛才給各位吃的紅蘿蔔 跟外面的差別在哪裡 外面的紅蘿蔔 它會苦 會澀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農藥 但是如果我要讓它成長很快 但是我捨不得 我只要魚精 各位有沒有聽過魚精 就是我們所稱的魚露 我餵的植物 吃東西就是吃 我不敢吃 我絕對不可能餵它吃 我餵它吃等於我害了它 它再來害了我 不可以 魚精 我們為了它吃以後 它就會像成長激素一樣 一米大一寸 一米大一寸 越來越大 越來越大 大概十天就可以吃了 所以我現在趕快把它 哇 很密的地方 我趕快摘少一點 我讓它趕快 我只要放一點點 魚露下去 我就可以 快速的可以採收了 這就是各位今天吃到紅蘿蔔的意思 其實我很捨不得摘 上次我摘了三顆 我就自己心痛 為什麼我要摘它 那我為什麼不多等一陣子咧 我再來吃它咧 那我們有最簡單 但是你幫我拿那個 那個後面那幾個菜 桌上那個 桌上那個 桌上那邊 對 對 對桌上那個 不是不是 不是那個 對對對 不是啦 我拿 我拿 對對對 前面 來 你要去 上次大擠 海恩姐她那邊又去唷 上次你們看他的奴望是多大顆 上次你們看他的奴望是多大顆 好大顆對不對 我好可憐 他就把我吃成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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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叫肉困 肉困 这国语我真的我也不会讲 这叫肉困 它是这种疾病 它就像癌症一样 只要中到这种病 我几乎整个园区 全部都要去除掉 为什么 因为它就像我们流行性感冒一样 它生病 但是肉困 你注意看 我搬给各位看 我们把它搬成三个面来看 有没有看到 肉困它会一直一直一直扩张 它有没有治 我告诉各位 有办法治它 我们不要用农药 真的不要用农药 我告诉你 用盐巴 人家说 你笨蛋 盐巴下去 你都在那些检查的 不是 因为盐巴它可以 把它的肉困的病菌 杀灭掉 它会抑制它的再成长 所以你只要用盐巴 你不是用 像我们在 撒盐巴这样撒 它会死掉 一点点就好了 你如果不会撒 怕把它撒死掉 我教各位很简单 杀 加一些杀下去 把它撒撒 因为杀你也可以当土嘛 你用杀 喷撒它 它这个肉困的病菌 就会消失掉 各位大姐 应该菜市场买菜 买这个gay拿 应该很容易取的 这一阵子 你看那个 大哥你们都知道吗 外面真的很大颗吗 这是我故意的 因为我知道要来讲课 所以我故意拿去 我们那边一个山上 去给虫害 让它变虫害 很多人看不出来说 哎哟 这两颗哪里有虫害 我专程拿一个盆井 拿到山上去 让它变成虫害 来 我给各位看 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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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 不知道 不知道 不知道看到的 有没有看到它的虫害很轻松 我看到黄黄的 黄黄的地方就是虫害 有没有 有没有 这个是没有虫害 这是有虫害 这是有虫害 这是虫害 这是虫害 它就会整区都黄酥掉 用虫害 手来擦 它从前才就是整区都黄酥掉 手来擦 它从前它就是整区都黄酥掉 你会看到 这是跑的 这是跑的 阿姨另外有個部分就是說 大家在生活裡面很關注就是我們目前在市場上看到的蔬菜或水果 哪幾樣是農藥最多的是不是給我們一些概念 我等一下就告訴大家